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制成的关系啊 就是说制成啊在理论上最好最好 能够达到这个分辨率的0.25 就是四分之一 那么咱们简单的算一下啊 65纳米的话 如果是单次曝光啊 我只是单次曝光就是它是四分之一 65纳米的话 它单次曝光最好最好 能达到的是16纳米 不是8纳米 那么有人又会说了啊 它套克能套克出来8纳米的 就是多次曝光它能出8纳米啊 有些这次媒体还知道套克是什么意思啊 要多次曝光它能出8纳米 我告诉大家呢 也不行 因为这套克这个数据 它讲的不是这个 能套克出8纳米来 它讲的是套克的误差 套克的精度 那么套克什么意思呢 咱们大家顾名思义就知道 就你在这个晶圆上 你刻了一个图 你现在要再刻一个图上去 这两个图是重叠的 叠加的 你再刻一个图上去 那么我这里稍微讲一下呢 就是说呢 即使是单次曝光 它在有些特殊的部位啊 恐怕也要就是说这个套克 就是它得再刻一个图上去 多次曝光就不用说了 那整个就是再刻一回啊 再刻一个这个新的图上去啊 对吧 大家就好理解啊 那么这个套克精度是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刻了一个大方块 你现在呢 要刻一个小方块 在这个大方块里边 它的中心啊 小方块的中心和大方块的中心 它应该是重合的啊 我们要刻这样一个图 但是呢 这个中心的完全这个对准呢 是做不到了 肯定会有误差啊 这个咱们想想指的 肯定会有误差的 零误差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套克这个精度 或者说套克误差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中心这个对准呢 它会有这个啊 一定的误差 套克八大米指的就是这个误差 就这中心啊 对准呢 会有八大米的误差 那么这个套克这个误差 或者套克精度 它跟那个就是制成啊 这个几纳米几纳米的这个芯片啊 它有一个什么关系呢 就是这个套克精度吧 它必须高于这个几纳米几纳米 你这个制成啊 它的这个三分之一 或者说叫套克误差呢 这就必须小于啊 等于一个意思啊 就它必须小于这个几纳米几纳米 你这个制成的三分之一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这个机器 既然它的套克这个精度 它套克误差是八纳米的话 那么不管它怎么做 它最多只能做出 二十四纳米的这个芯片 大家听明白了吧 就这个八纳米啊 它能做出的这个芯片 就是它这实际上限制啊 比这个六十五纳米啊 还厉害呢 六十五纳米的这个分辨率啊 它理论上可以做到 十六纳米的这个芯片啊 但是呢 理论值啊 咱们大家都知道 理论值是个最理想的状态 没有人能够做到理论值 我们能够做到东西 在有些方面 往往跟理论值差了很多 这个套克精度啊 套克这句话 这套克精度 就是这个八纳米啊 告诉我们 我们的光刻机 你不管怎么弄 你做出来的这个芯片啊 都不可能超过二十四纳米啊 就比二十四纳米小 是不可能的 这个比那个光刻精度那个 怎么说呢 还要不如啊 这大家听明白了吧 那么综上所述 我认为咱们已经把这个 二十八纳米的这个光刻机啊 给拿下来了 过去啊 咱们好像也能生产 比二十八纳米好得多的这个啊 十几纳米啊 听说甚至是更好的这个啊 是不是七纳米啊 我不太知道啊 就更好的这个制程的这个芯片 用的是荷兰的这个 阿斯曼尔的这个 DUV 现在不光是EUV DUV 荷兰在美国命令之下 也要卡的门 卖给咱们的 提供服务可能都提供不了了 那么咱们确实有必要呢 是搞自己的这个光刻机啊 过去呢 咱们的光刻机啊 九十纳米 现在能够搞到二十八纳米 这已经是个飞跃 让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了 啊 这一步骤卖领域非常非常大 可以欢呼 而且呢 这个二十八纳米吧 除了少数一些领域啊 啊 你比如手机 可能还有一些武器啊 这些领域啊 二十八纳米确实够用了 二十八纳米是一个啊 用途非常广泛的这个数 芯片做二十八纳米 它的用途已经非常广泛了 咱们能够搞得出来 二十八纳米 已经是 就是啊 非常非常成功了 这意味着咱们可以生产 很多很多很多的芯片 不仅自己用 而且大量的出口 过去咱们就生产的芯片啊 也是大量出口的啊 别看咱们大量进口 也大量出口的 美国也买咱们生产芯片 但是这些芯片 都是用荷兰的这个光刻机 磕的啊 现在咱们自己的这光刻机 也能生产 美国也大量购买的这个芯片啊 当然美国以后买不买 这另外一回事啊 他可能不买了 那是他的事啊 就咱们已经能够生产啊 可以大量像美国出口的这种芯片啊 用自己的光刻机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进步啊 我们要为时欢呼的 但是你把这件事 说成了就是我们自己 现在生产的这个光刻机 可以生产八纳米的芯片的话 那你确实是又是胡说了 这个东西不是跟谁较真啊 有人说 你怎么看不得中国好啊 这东西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啊 科学这个东西啊 是不能怎么胡来呢 不能胡说八道啊 不能随便放卫星的啊 是多少就是多少 八纳米跟二十八纳米 差别还是非常大 三八二十四啊 三倍都不止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光刻机啊 做出二十八纳米 已经是非常非常令人高兴了 啊 我再说一遍啊 非常非常令人高兴 非常令人振奋 但确实不是八纳米 这两项数据来看的话啊 应该是做出了二十八纳米的 非常好 而且我想添一句 可能有点有点扫兴 我们二十八纳米的光刻机 用起来恐怕不如荷兰的这个二十八纳米的光刻机 就能做二十八纳米光刻机的这个啊 DOV也好 因为我们刚刚做出来 人家已经磨练了多少年了 应该有很长很长时间了 就荷兰做出这个来啊 差的数据可能不太准啊 我也不敢再说了啊 反正荷兰就搞出这个二十八纳米的时候 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啊 那么他在这当中 他是迭代改进的嘛啊 所以我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二十八纳米啊 这个光刻机啊 恐怕不如人家的好使啊 其实我们这个原来生产的这个九十纳米的这个光刻机啊 生产出来了啊 老是没人使 别说出口了 中国企业都不怎么使 因为荷兰的那个机器啊 更好使啊 而且在二手市场上 有很便宜的 就这个荷兰的光刻机啊 落后 很便宜啊 它还是比咱们这个 自己生产的这个国产的这个光刻机也好用啊 又便宜啊 所以咱们中国企业啊 也是用荷兰的 不用中国的 虽然有 他也不用啊 但是这次我觉得中国二十八纳米的他们得用了 为什么呢 荷兰卡了咱们的这个脖子 美国命令荷兰卡了咱们的脖子 咱们做出来了 他们就得用 虽然就是说不那么完美 他们也得用啊 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啊 一个呢 就让中国的光刻机这个企业啊 赚到了钱啊 就是说 他这个可以进行技术迭代啊 第二点就是说 中国就肯定啊 取得了更好的 就是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机会嘛 赚到钱嘛 他就可以有第二物嘛 就可以进行这个技术迭代 不仅就是说那个磨好这个就是这个自己的二十八纳米的这个光刻机 可能还能磨好 不是磨好 可能还能啊 造出精度更高的这个光刻机来 那这是下一步的事 现在做到哪就是哪 不要吹牛 二十八纳米已经让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了啊 祝贺啊 祝贺中国的这个科技人员啊 做出了二十八纳米的这个光刻机啊 他们已经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 取得了啊 长足的进步 这个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